Leo聊事記,天天無心 大家好,我是Leo 今天來看波斯人對上挑戰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先來看一下大約出生點為9點鐘方向的 這位波斯玩家 波斯人的特色是城鎮中心的工作效率很快 所以他在研發這個村民的時候 速度會非常非常的快 波斯人他的打法比較偏向騎兵路線 有重裝駱駝 而且還有遊俠的特殊進化 這個薩瓦爾 而且遊俠的升級成本也更便宜 只要1000肉跟600黃金而已 他用大洛馬跟駱駝的文明 主軸還是走騎兵路線 他的劍兵路線是最弱的 只有長劍兵,連雙手劍兵都沒有 後期攻兵路線也比較可惜 沒有強武也沒有三級射 但他有馬弓跟火槍兵 那馬弓路線也蠻特別的 城堡時代就可以研發安息人載術 可以專門克制槍兵的打法 再配上自己的波斯戰像 就這一系列的特殊打法 那實戰上來說 還是比較少見到一點 重裝馬弓 配波斯戰像的波斯玩法 比較少見一點 那我們來見看一下 Pera這邊是選擇了條盾人 那條盾人特色呢 是他的騎兵路線跟步兵路線 城堡時代開始 近戰防護率會加一點 所以他的騎兵跟步兵都是非常坦的 但是他的馬鎧是全買的關係 但是跟蹤技術卻不是那麼的有用 所以他的騎兵路線 會跑得非常非常慢 很容易被馬鎧給克制住 而且他的弱馬呢 甚至是不能升級的 連輕騎兵都沒有 那條盾人呢 由於他農田很便宜 所以應該是要nerf他的弱馬路線 所以這個是能理解的 那條盾人農田很便宜的關係 所以前期的經濟就算很不錯了 那條盾人呢 他的後期 也有這個火槍兵跟火炮可以用 但是他後期的主軸 還是得靠自己的遊俠 還有這個火槍 或是戰毛兵 作為輔助會比較好 那森綠的路線也是可以考慮一下 也是全滿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兩邊的地圖 那目前看到HERA的地圖 下面有一塊黃金 左邊有一塊 兩塊黃金都在正前方 這是非常不想遇到的事情 玩阿拉伯的時候 最討厭遇到這種情況 雖然主經到後面很爽 但是到了中後期喔 這兩個黃金一旦被控 就有點生不如死了 那波斯人這邊的地圖看一下 這邊黃金還不錯 有一塊還在後方 雖然有一塊主經在前面 但如果這邊能為好 那應該就沒什麼太大問題 那目前看起來HERA的地圖 是超級差的 木區三片了也離得比較遠 那嚴格上來說 只有兩片木區可以挖 左右兩邊而已 這邊這個木應該是挖不起 因為如果你要挖這個木頭的話 需要去把這個地圖 圍得再更大一點點 好 波斯人這邊點下了封建時代 HERA這邊也點下了封建 波斯這邊是一個超級 極速升風打極限漏馬喔 哇 這個17匹 點升級的 那HERA這邊是19匹 那是有 沒有投資部的 40 40低血 好 這邊時間非常快 8分鐘 8分半左右 漏馬就準備要蓋好了 哇靠 波斯極速升級 9分前點第一隻漏馬 好 但出來時間也差不多到9分半左右 OK 時間還是非常早 HERA這邊點下一集伐木 農田部分應該也要早點點喔 畢竟條多了農田便宜 早點點一集農 絕對不會太虧 好 這邊轉出了槍兵 好 村民出來回頭打架一下 哇 這一村被拿下了 HERA這一村有點虧 但沒有辦法 對方直接硬幹 好 但損失一村 感覺還能接受 不會太糟糕 只要待會能打回來的話 就沒什麼太大問題 而且現在這些農田喔 已經灑了八片田 當喬盾八片田的時候 波斯這邊還在吃豬 還在灑第二片田而已 就可以知道喬盾的農田 真的是便宜到一個 有點誇張喔 好 把這個殘血肉馬解決掉 HERA已經開始準備農上去了 先把這隻熊給搞定 好 HERA這邊點了四隻槍兵 肉馬倒地 波斯轉出了弓兵 好 家裡圍石 哇 這個圍得很大 好 待會還是要補個 事件場 才會比較好防守 有可能這邊是點完城堡 再去點事件場 也是有可能的 但是這邊HERA還是想打穩 所以事件場還是很早就下了 畢竟這個時間點 木頭其實也沒那麼吃重 因為農田來到十二片 吃果子的四個了 總共是十七個了 肉類其實是很足夠的 而且自己又不去按肉 所以這個田是能應付升到城堡時代的 所以 事件場 其實是可以早點下的 好 那這個木牆 要為 可能要 拉很多村民過來 硬圍喔 好 硬圍 殘血的走掉 不要 不要去 硬蓋了 好 毛兵出來 稍微能擋一下 HERA這邊 防守的很不錯 這邊補了一個新的伐木場 波斯人 點下輪軸技術 OK 這個輪軸 也是很快 很早就點了 但是八村 好 HERA點下城堡時代了 兩邊 前期都打的 不是很激烈 HERA最近的打法 都是比較偏下防守反擊 靠門平套的觀眾應該就會 看得出來 HERA現在 防守反擊 但是 打的次數是越來越多了 好 那這裡 毛兵過來 打了一下 本軍選擇拉拉手 好 時間還有1分 1個小時 不是1個小時 1分鐘 1個小時也太久了 可惡可惡 好 波斯人點下1級挖精 1級農 這手也補下了 家裡的部份 這個祖精還沒有為死 完蛋了 我才剛說 這個祖精沒有為死 會很危險 這應該是該為死的東西 卻沒有為 好 槍兵 要小心 直接拉走 工兵一直在追槍兵 搞定了槍兵之後 這次攻堅手也要死去 毛兵直接吃掉了所有的工兵單位 波斯這邊很虧 但還好 波斯在城堡時代 打這個騎士路線 還是比較值得的 好 結果 HERA這邊毛兵全部也被處理掉 清洗兵也升級好 波斯這邊TC也補了下去 好 這裡用僧侶先逼退對手 繼續補了射箭場 HERA難道是要打馬弓 蛤 呵呵 橋盾馬弓 這個橋盾人的馬弓是不能升級的喔 而且也沒有三級射喔 HERA又在搞 搞什麼新招了 哇 這個甚至連拇指環和安息人戰術 更衷技術都沒有的情況 走馬弓 有料嗎 總覺得 這個HERA 已經開始 在開發一些新打法 就是有一些文明的 這個特性喔 就是特別爛的 那HERA好像就是想用這種烈士的特性文明 去轉出一些兵來去壓制對手 畢竟對手也會 往往想不到 這個 例如哥德仁 哥德仁都是步兵文明很便宜 結果哥德仁出馬弓 類似這種感覺喔 那條盾人本身應當來說 他是最怕馬弓文明的 這個文明特性 結果自己卻出了馬弓 他的馬弓確實也很廢啊 沒有拇指環 安息人 耕種 三級射也沒有 這也有可能是馬弓文明裡面最廢的 馬弓路線最廢的文明吧 條盾人 應該吧 我想 好 畢竟連種裝馬弓都不能升級的文明喔 確實也不是那麼的多 而且現在駱駝一出來有耕種技術 還會被追著打 酌食痛苦 好 在這邊被招搶掉了 一隻駱駝 要把這一邊整活 整得很不錯 好 波士人點下了二級馬卡 這一波 波士人 難道又給到壓力了嗎 其實波士人這邊只要轉出戰毛兵喔 防守來說就OK了 甚至連這個生旅都能很好的反擊喔 波士人這邊還是想要走騎兵路線 畢竟自己的騎兵還是比較厲害一點 遇到這種馬弓配生旅的情況下 最好還是轉一些輕騎兵喔 如果再繼續按一堆駱駝的話 可能還是會有點難扛喔 好 但是波士人並沒有這麼想 他想要用數量 直接輾過去 確實也是OK 但是可能會有點虧就是了 那赫拉這邊點下了二級農田 四TC也補下了 打的就是開農 好 現在三TC也農得差不多 駱駝來到了九隻 這個HERA馬弓開局 到底有沒有料呢 好 這一波爐進來 看到沒有彈道學 走進開射 抓掉了一村 第二村沒有拿下 這個打不到了 好 駱駝在後面了 好 轉出了輕騎兵 OK 這個波斯算是 還不錯 還知道轉兵 OK 轉輕騎兵出來 拿這些僧侶 輕鬆多了 待會駱駝不會被著想 就可以盡情的 去抓掉這些馬弓了 好 但是他的操作好像有點卡喔 這個操作好像有點 怪怪的 我們看了太多這種頂尖玩家的操作 看看一般的玩家操作 就會有點覺得卡卡的 好 這邊輕騎兵可以拉走了 沒有僧侶就可以走了呢 好 後面用駱駝繼續追 反正我的馬是能追得到你的 好 輕騎兵要趕快往到 拉到後面去攻擊才對 好 但是這邊還是順利的 招想到了一隻單位 駱駝在後方 吃掉了所有的馬弓 HERA這一波馬弓全被被吃乾 調皮拉 HERA這邊 尷尬了 玩馬弓 玩到馬弓全死 但是這邊已經順利轉出了槍兵 好 那條陣槍兵 這邊防護力 天生就是自帶一防 近戰一防還不錯 哇 升到地龍時代變成三防了 0加3 那我們邊對該寶 但是HERA這邊的寶可能會有點難蓋 現在敵方的駱駝比較多 自己的均勻現在才蓋好 慘的有點不夠 不太夠 大家趕快收春 後面只有一隻剩人在裡面 聰明全部出來蓋 能蓋好 但是會頭破血流 哇 HERA這一波死傷有點慘重 聰明數只要97寸 波斯這一把打得漂亮 大量駱駝直接壓了過去 阻止蓋寶 好 那這一波直接斷了16寸 村明數已經拉近了 應該沒什麼問題了 好 這時候再把這個金控起來 就舒服了 因為HERA這裡只有一塊主金 波斯人這邊觀念非常正確喔 直接控住你這兩塊附金就舒服了 OK 那波斯人已經開始在按炸藥頭了 想要直接炸破你的城堡 那這個炸藥頭可以炸得到嗎 看一下 炸不到 煙火秀 才不好血量完全沒被炸到阿 波斯人再繼續按炸藥頭下去的話 可能很難升級了 但他覺得距離夠 喔 中午炸到第一發 好 沒有打算放棄 好 血量4000多 好 槍兵放進來 HERA用槍兵來解這個衝車 好 再炸了一發 槍兵放進去 拆衝車 OK 衝車拆掉 放出來回來 巨星投司機開始工程 上面有一波多線 好 再多線這個不重要 只有一隻新奇兵 隨時都會被解掉 衝車又來了 巨星投司機第二台來了 衝車來 槍兵也出來 直接硬吃 OK 這邊衝車的防禦力 是盡在減3點防禦力阿 所以一般的槍兵戳也很痛阿 好 但是越來越多的騎兵 開始往HERA的家裡開始送了 右邊這一坨兵 也是抓到挖礦的石礦工 哇 正面突然大量駱駝衝過來 HERA這邊大槍兵 沒有辦法點下 這一波駱駝上來 就是對著巨星投司一頓輸出 但最後還是成功拿下兩台巨星投司機 這一波應該是要撤了才對 但是沒有打算要撤退 這波要直接死克到底嗎 因為後方HERA也是用槍兵來一個多線騷擾 好 但是HERA家裡也是經歷了一波 慘烈的騷擾 雖然這些駱駝也是擊殺掉了蠻多村民的 哇 已經殺了九村啦 這三隻駱駝 好 沒想到條盾騎士也登場了 條盾騎士現在有三防 近戰防禦十點 哇 騎士怎麼砍 都是兩滴 漂亮了 這就是條盾騎士團的 正面的扛線能力 非常的耐扛 那條盾騎士 條盾騎士在現在的版本 也算是跑得比較快了 以前的上古時代的版本 那個移動速度是真的真的慢的 這樣算是跑得還算快了 算是實戰中 有機會還是可以出一下的單位 好 條盾這邊轉出了槍兵配火槍 直接走火器路線 好 大槍兵補下 波斯這邊直接轉出了 弓兵二級色 帝王十代 波斯弓兵 待會也要點下 需要四百肉 跟三百黃金喔 待會有這個波斯弓兵後 直接這個 重裝長槍兵跟火槍 就輕鬆多了 待會就不需要黃金 欸 但這時候 怎麼已經開始按弓兵了呢 好 波斯弓兵還沒有點 先點了 那波斯弓兵的優點呢 就是可以讓波斯人的 弓兵路線喔 不需要黃金喔 就可以製造出來 相當舒服 好 欸欸欸 結果這個城堡蓋好 結果後面的這個 奴兵 還是打不贏了 好 波斯弓兵 現在可以點了 彈道血先補下嗎 蛤 你要用黃金產弓兵 不要吧 很虧的阿 帝王十代 帝王十代 還有黃金產弓兵 很虧的阿 好 兩隻騎士 掉到了後面 這個火箱這個開箱是在嘲諷嗎 我們再回頭看一下 這個開箱是怎麼回事 Hera在玩是不是 來看一下 呼呼呼呼呼 哈哈哈哈 這個火箱兵是怎麼回事 Hera真的是在玩阿 好 那看來他沒有打算玩這意思了 哈 OK 這個火箱兵 射得點怪 Hera點下金罐 炮門奪口 那條狀人呢 本身也是城堡射程最遠的文明了哈 他的射程呢 可以高達13點 所以呢 他的城堡是連火炮 工程工程師的火炮 都沒有辦法反擊回去的哈 只能靠巨型投石機才能拆得掉了 不然就是用重型衝車才行哈 那波斯人點下的話 絕 帝王時代走了一個奴兵 路線 Hera這邊暫時沒有轉態度的兵 而是轉出了火槍跟火炮 開始嘗試要往前進攻 好 看到這一些工兵 Hera有何感想呢 這邊是工兵 攻擊力現在是 5加2 7點 發水好 8點了 這下工兵還有4點傷害 而且還可以獲得母子環的效果 但是這一波槍兵也是 抓到了一些村民的還不錯喔 好 工兵解槍兵的速度還是很快 欸這邊怎麼按到打鐘 噹噹噹噹 應該是守護按道 好火炮已經開始在攻城了 波斯人這邊並沒有轉騎兵 呃 波斯後期其實轉騎兵還是比較好的 不然就是火炮也要趕快早點產出來了 好 波斯這邊是決定要先按一台巨型投射機 但是現在 這個城堡感覺是守不住 火炮的傷害實在太高 解掉 巨頭出來也差點被火炮可以打掉 火炮都預判一下位置 哇沒有打到 哇 HERA直接現代化 配槍兵 火槍火炮 槍兵這個組合好狠 波斯這邊 有一堆黃金 但是卻沒有產能 完蛋了 這位波斯玩家陷入了一個 輕手容易犯的問題 有資源卻沒產能 所以大家趕快多補一點馬 最後 不然只單靠奴兵而已 靠奴兵繼續打下去 會越打越劣勢啊 遊俠 這個薩瓦爾還是得升級才行 波斯人這邊轉型產能有很大的問題 甚至連弓兵的產能也是 完蛋了 現在產能完全不足 直接要被輾過去了 居了 還沒了 要一波帶走了 HERA這波一個 突然現代化 馬弓轉槍兵 後面轉火槍火炮 要直接一波帶走了 剛剛還在想 HERA這個馬弓路線真的有料嗎 看起來還是沒料 好 我們恭喜HERA拿下比賽勝利 出了15隻馬弓開局 後面轉了火槍火炮 基本上是用了槍兵就直接戳死對手了 好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 最後是由HERA拿下所有的資源勝利 甚至拿到了3個生物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請記得不要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